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024年最新上映的纪录片 揭露韩流明星聊天室里面的秘密 虽然讲的是19年发生在韩国的胜利门事件 但这是首次以纪录片的方式 完完整整的将该事件报道出来 并且揭露了当时聊天室里面的全部内容 明星们露骨的聊天 看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正好借着最近刚刚发生在韩国首尔大学的恩浩坊事件 我们来彻底了解一下 存在于韩国社会中一种独特的偷拍文化 好话不多说开始 众手就指韩国这个国家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特别 但从娱乐方面啊 泰国有人有 日本就不用多说了 提到韩国能拿得出手的 应该就是男团女团了 能为国家带来不少收益 国家自然会扶持 这就导致韩流明星们掌握着巨大的流量 最著名的要属比格邦的组合了 当然令所有人都诧异的是 这群顶流明星们却有着双面性 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 人畜无害 背地里却做的最肮肮的事 碎粉已经是常态了 他们甚至还偷拍 最后发到网上 据一位姓蒋的记者回忆 他开始调查偷拍的时候 韩国社会就已经流传着一种文化了 名为摩洛卡 这是一种隐藏摄像机 一般出现在湿衣角 厕所 旅店之类的 这次韩国首尔大学的恩浩房事件 就是隐藏摄像机被放在了厕所 然后歹徒进行偷拍 以此来勒索学生 做一些难以其次的事 胜利门事件的起研要追踪到2016年 一位嫖性记者接到举报 为女孩说自己被男友偷拍了 并发到了网上 而这个男友正是著名的韩星郑俊颖 这个郑俊颖来头可不小 在韩国那是又出专辑又获大奖的 但谁也没想到 他脑子里面充满了邪念 经过这次举报 警方对郑俊颖进行了传唤 和令记者没想到的是 警察的调查那是相当敷衍了 按理来说 应该对他的手机进行彻底的搜查 即便是那些肮脏的视频被他删除了 也可以通过技术恢复的 可警察并没有这么做 只是委托第三方 对郑俊颖的手机进行了调查 很明显就是收钱了 与此同时 律师找到了当初那个报警的女孩 未必利用的告诉他 如果调查无果的话 郑俊颖肯定会反告女无命 到时候进监狱的肯定是你了 女孩一听当时就害怕了 被吓得马上取消了指控 还当面给郑俊颖道了歉 郑俊颖也是借此机会 给自己洗白了 一起恶性偷拍案件 就这样的被掩盖下去 得到了庇护的郑俊颖 那是更加肆无忌惮了 依然做的那些肮脏的事 他认为只要有钱 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初自己的手机交给第三方的时候 里边的内容就已经被人复制了 三年之后 这位姓蒋的记者再次收到了匿名举报 而里面的内容正是当初郑俊颖手机里面的不雅视频 当时收到举报的时候 信息量大到惊人 整个一个T的U盘几乎存满了视频 还有一些露骨的聊天内容 这群明星们在韩国非常火爆的卡靠套卡聊天软件当中建了一个房间 专门分享这些偷拍的视频 视频里面除了女性受害者们 还有一些是郑俊颖的好友 应该说是同伙 也是韩流顶级明星 崔中勋 这哥们长得是要模样有模样 女粉丝有无数 好好发展的话 肯定是前途无量 偏偏他好这一口 视频里面最惹人注目的 要数这个李姓一人了 也就是李胜利 他对外界有个绰号 名为盖茨比 也成立下豪演装志 要当上韩国最富有的人 胜利这个人与郑俊颖一伙人有些不同 他属于事业型的 利用自身流量 揽下了很多项目 整个东南亚全都有跟他的合作伙伴 然而他每次谈生意 有一项特殊服务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服务 每次都能让他生意谈得顺顺利利 那就是把女性当工具招待客户 当然平时他们也会拿女粉丝来消遣 例如这次聊天室里面的四位成员 去首尔移出度假村滑雪 显然滑雪只是个借口 目的是为了吸引女粉丝过来 然后实施迷茧 据女粉丝回忆 当时他们喝了酒 但刚喝完不久后便失去了意识 结果当天晚上聊天室里面 就发出了该女性被性侵的视频 而且还不止一个 然而这只是九牛一毛 郑军英在大秋有一场签名会 结果就在签名会结束后 一位女粉丝再次遭到了性侵 令江记者纳闷的是 这种明晃晃的犯罪行为 为什么屡次被纵容 这些受害者肯定报过警 但始终都像影片开头一样被掩盖 这不由得让江记者有个恐怖的想法 那就是警察肯定与这群成员存在勾结 果不其然 在聊天室中 江记者发现 几个人在聊天中经常提到一位警官 而这个警官地位可不低 什么事都能摆平 郑中勋的酒驾案 就是他给了的 正是有了这层关系 胜利更加苏极大 开始进军夜店圈了 其实胜利也挺有头脑的 他之所以投资夜店 除了高回报以外 还可以利用自身的流量 吸引数不尽的女粉丝来 也就此 名为Brain Sun的夜店 横廣出世 一度成为了韩国最有名的夜店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 江记者特意找到了 曾在这里打过工的销售经理 当然为了保护人身安全 他是匿名接受采访的 销售经理表示 他们要做的就是接待VIP客户 先带他们来到舞台 但并不是去跳舞 而是轩飞 让VIP客户指认心仪的女孩 然后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的 给他迷云 送到VIP客户手中 一位性高的记者表示 增加夜店的VIP消费并不低 最低消费是6000英镑 节假日会炒到上万 最贵的卡包甚至可能达到6万英镑 消费的VIP客户 当晚就会被安排性招待 用的就是之前的方法 迷云他们心仪的女孩 VIP客户们可以在夜店的房间 也可以把女孩带去酒店 反正女孩们都是碎死的状态 同样为了这次纪录片 节目主还找了一位当时的受害者 化名为恩惠 他完完整整的描述了自己的遭遇 当天与好友去胜利的酒吧 然而刚喝了几杯酒 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头晕晕的没过多久 便失去了意识 当他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躺在了酒店 还有一名男性 下面是他被侵犯的整个过程 是自愿的 可以看出来这个流程可谓是清澈熟路 受害者没有一点办法 可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胜利所建立的帝国 逐渐开始瓦解了 那就是著名的胜利夜店打人事件 视频清晰可见 夜店保安对客户那是全拿脚踢 随着这起事件逐渐发酵 胜利本人也开始受到了影响 不仅夜店暂时关闭 他本人演唱会也取消了 同年9月份 一名坚信的律师对胜利一伙人发起诉讼 随着外界压力越来越大 胜利也官学 愿意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之所以他能做出这个举动 很明显 他是很自信的 相信自己背后的那把大伞 仍旧可以摆平一切 显然这次他想躲了 窟窿捅的实在是太大了 天王老子来也难保 随着一位明星的出现 使得整个案件发生了转机 那就是聚和拉 这位曾经被誉为国民妹妹的女性 那真是深受歌迷们喜爱 从KI单位以后 他更是一路爆红 然而令记者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也是受害者其中之一 记得当初 江记者与聚和拉 首次联系的时候 和拉的态度非常诚恳 称愿意尽自己所能 为记者提供帮助 江记者表示 在郑军英的聊天室里面 存在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保护伞 如果能找出来这个人的信息 将会为整个案件带来很大帮助 按照这个指示 和拉开始秘密调查 他当初在当练习生的时候 与崔忠勋就是好友 并且保持了很多年的关系 所以崔忠勋是非常信任 和拉的 正好他也是聊天室里面的成员 也就此 和拉开始套他的话 经过几番周旋 最终得知聊天室里面的警官 正是一位阴性的警察总长 曾在青瓦台工作过 当然 和拉现在已经不能出境 接受采访了 早些年前 他因深陷风波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节目主只能找到他的哥哥 据他的哥哥回忆 当初聚和拉深陷风波的时候 一直被视频威胁着 好不容易成名的他 为了保护自己的事业 成贵囚男友 不要将偷拍的视频发出去 视频中明显可以看到 和拉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 但对方始终没有松口 更甚至变本加厉 这也是导致 和拉勇敢站出来 指认的原因 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但是这些以后 江姓记者没有犹豫 立马编辑了新闻 并且成为了 当时的头版头条 也就此 这几个恶魔全部落网 并且接受警方的盘问 然而这件事 一经曝光 马上就收到了 很多女粉丝的反馈 表示他们都是 成经的受害者 也就是说 这些受害者 并不全都是不敢作声 他们还有一部分 是想为自己 讨回公道的 苦于没有渠道和人脉 反馈自己的遭遇 终于迎来了几回 这些所谓的明星 一时间成为了 过节老鼠 人人喊打 当然除了这些受害者 还有一些脑残的女粉丝 认为江记者 毁了他们的偶像 剥夺了他们所谓的福利 是不是有点熟悉的味道了 这局脑残粉 不仅对江记者 进行了网报 那些提供线索的人 也没有放过 两位明星 就因经受不起网报 选择了轻声 一位是前FX组合的崔雪莉 另一个便是他的好友 KRI成员 聚和拉 在聚和拉去世五天后 法院对这些人渣 明星们进行了判法 然而判罚结果 也是令人承蒙结舌 只能说是不痛不痒 郑军英 属于判的最严重的一个了 六年有去徒刑 崔仲勋 只被判了两年半 警察中长 既没有被停职 也没有受到处分 由于证据不足 对他的指控 根本就没有成立 而始作俑泽 李胜利更是离谱 只被判了18个月的 有期徒刑 最终他去扶了兵役 上了军事法庭 也就意味着 刑期更少了 最近正活跃在东南亚一带 慢慢的尝试复处 而在今年3月份 恶魔郑军英 已经刑满释放 估计是去找 他的好大哥李胜利了 那些受害者们 曾经省次兼用 追逐自己喜欢的明星 不舍得吃 不舍得喝 掏钱购买 他们的演唱会门票 只为了支持 自己喜欢的偶像 到头来却人才两空 甚至人生都被毁了 然而令人更唏嘘的是 胜利们事件被曝光以后 非法偷拍的犯罪案件 没有降低 反而挣扎了很多 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不以为此 反而引以为乐 这也就令不法分子有利可图 所以恩浩房这种恶劣行为 始终留存在韩国的社会中 归根结底 还是处罚太轻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看看影片 我是马峰促定 别忘了点赞 评论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长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 自私与好爱 我们下期见